五部分,然后特别注意 另外就是说,这个画法,我刚刚是用偏移,对不对 偏移,你会发现它偏移两条线 实际上在新,会用偏移很多大部分都是比较旧的版本 因为它早期在使用CAD的时候 一些人,他还没有用到所谓追踪 追踪的话,其实基本上就不用画那么多条线 我再画一次给各位看 比如说我们刚刚再回到前面这个画法 我就偏移了两次,取得这个焦点,对不对 那可是另外一个画法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我不用偏移,可不可以画得出来呢? 我们来说这个,可不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40Enter,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刚刚不用偏移 其实有个方法,从这边画线,对不对 画线,然后请你再从这边,我若不偏移,有个方法 因为我要的那个点是从中心点,对不对 再过来多少? 10 过来多少? 10嘛,对不对 那往上可以有个焦点 那如果我不偏移,另外一个叫追踪 什么叫追踪呢? 我就把画属移到某一个点上面当成基准 等于是参考点 那我就可以移到去,特别注意,画属不要点下去 追踪的意思是说,我画属移上去,它会有一条什么呢? 曲线出来 告诉你说沿着这条方向,你就可以得到一样水平的方向 一模一样 只是说距离你要给它,追踪之后给距离 距离多少? 距离10 所以输入10Enter 它就会怎么样呢? 帮你追踪到这一个点的向左10Enter 它就会从这一点自动帮你跑到这边,那你再往上 直接就到这边,就可以直接有个焦点了 这样的方式就不需要说再画一个辅助线 这个叫追踪的方式 那当然你就可以少画一个偏移的这条辅助线 画的速度当然会比较快 而且不需要再删除 那往上20,应该15,15Enter 这个方向的话再给它20Enter 再往下 那往下其实呢 那你也可以输入